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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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Luciana 今天是我第二段的YouTube Video 在我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和subscribe 我的channel 我今天講的 topic 是如何善用大學的 四年時間 可能入大學一年的時候 你就會不斷聽到人說 要做大學五件事 大學五件事 包括拍拖 上妝 住科 讀書 和做part time 坦白說 我個人來說 是不追求這五件事 當然有些事 一定會做到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知道自己的興趣 然後用手朵行動 達到自己的目標 其實我在中學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很清晰的目標 就是想做一個中學的英文老師 所以我大學選的科 其實A1、A2都是選了英文的 所以 年一的時候 我已經想好 要去哪裏 exchange 或者想辦法去歐洲那邊 因為我本身也是挺喜歡 歐洲的文化 所以我第一個目標 就是想獲得 援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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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教育費 但大家都知道 其實如果年一的交換 機會是未浮其美 所以我在想 究竟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我 可能在選擇的時候 可以離開香港 去發掘一下這個世界 中大 我在機緣巧合下 認識了ISEC 這個組織 其實它是中大 也是可以被人上莊的 一個association 所以我報名參加了 ISEC 在Romania 辦的義工團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義工 主要這個在羅馬尼亞 就是 提供給小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羅馬尼亞是一個什麼國家 因為當時我跟朋友說 我去Romania 或者去羅馬尼亞 做義工的時候 人們就問我 是否在羅馬 大家都知道Rome 是在Italy的一個城市 羅馬尼亞其實是一個 東歐的國家 它的版圖也算大 我覺得 但是 它始終都是一個 開發國家 因為它是一個 前蘇聯解體出來的國家 也就是現在 在接收烏克蘭的 一個國家 可能大家因為這件事 之後對羅馬尼亞 這個國家 也有些認識 我在義工當中 遇到的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 communication problem 因為小朋友對於英文 是零接觸 加上 他們的老師 其實那些英文 都不是真的 那麼理想 就是 那個程度大概 可能就是 很基本的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或者是 知道那樣 object 是什麼 但是你說 說到完整句子 其實都頗有難度 可能它聽會好些 但是跟你溝通 其實都是可能 Google 在翻譯中 加上 我不懂羅馬尼亞文 所以就對整個 教學的過程 其實都比較困難 但是 因為其實都要在那裡 Stay一個半月 所以 我是花了很多 很多時間 跟小朋友去玩 或者是 跟他們去外面 遊樂場去 跑來跑去 這樣才可以 建立到跟他們之間的互信 另外 我們被安排的Housing 裡面是有很多 而且是 No security 我不是說要有24小時 快樂電視 但是 連個大門 或者是房間 都沒有鎖 任何人都可以衝進來 不知道做些什麼 然後 旁邊的房間 在那裡開Party 十幾個人 開到很大一幕 半夜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 叫做比較 細緻的問題 但是 其實都比較難 去忍受 長時間 所以另外還有 文化 其實跟誰都有 我覺得 我講一點背景給大家聽 因為我去 諾馬尼亞 正值7月到8月 在2019年 可想而知 大家都知道 當時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剛好 跟我一起 同一間學校的 義工 其實就是 一個深圳 來的人 其實我是幫他 轉到 過來我學校 因為 埃塞那邊的人 一直都安排不到工作 給他 因為他原本不是 在首都 做事 但是 我沒有想過 會演出這麼多 的 political conflicts 可能我們之間 令到 我們的相處 真的不太理想 所以這些 就是 需要去磨合 這也是 我學習的 一件事 而且 我覺得 最大收益 是 知道 如何去 爭埃 因為 埃塞好像 當我們 是無費勞工 因為 香港的埃塞 其實 跟那邊 羅馬尼亞的埃塞 是分開的 他們不是一個 合作性的 一個機構 他們是完全 獨立去運作 所以 很多時候 他們就好像 不太理會我們 或者 安排工作的時候 他們都 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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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安排的工作 給我們 我們 就要 扔掉他們 然後 才知道 我們明天去哪裏 或者下星期去哪裏 另外 就是 adaptation skills 我覺得 我當時 轉了很多次 住宿 包括 屈蛇 或者 在別人那裏 先睡 另外 就是 communication skills 就是 你去 去 interpret 或者 臨後 我臨走前 其實相機的時候 我的行李是超重的 應該是有 三十 三 四k 那 我的 limit 其實是 30kg 但是 你怎樣去 present 被 check encounter 那個空姐 跟她說 你為什麼有這個需要 或者你為什麼會這樣 怎樣去persuade 別人 讓你做一件事 或者怎樣去幫你 其實都是十分之重要 我覺得對於我日後的生活 都是十分之關鍵的 最重要的是AQ 因為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都發生了很多很不理解的事情 整體的經歷真的不太好 但是 我覺得 你的心態是最重要的 你怎樣去present 那時候的情況 那時候 我本身是一個 可能很emotional的人 可以 不開心 然後哭 但其實是解決不了問題 那時候 反而我 沒什麼去 哭 或者怎樣不開心 反而我 花了很多時間在想 怎樣去present 那個問題 所以這個trip 其實帶給我的東西 除了教一些小朋友 我覺得更重要 是想像一個life lesson 就是怎樣可以develop我 一些soft skills 或者是become more independent 那這些其實都是 這一次過半月的經歷 可以改變了我的人生的一次 那我入到大學的第二個目標 其實就是想去accumulate 一些experience for我的CD 那這個其實是每一個大學生 都會有的目標 那 depends on你本身 想做的job nature 那因為我本身是想從事 教學業的 那我就覺得補習 其實這些是純粹可以賺錢 但是對於你成績 學到東西其實是很有限的 那時候呢 又在機緣校學底下 那我就去教一些 課校班 那其實我第一次教 就是回到我中學 教speech festival 那我本身就不是一個很dramatic的人 可以在別人隨時隨地這樣表現 就是絕對不是這個人 那但是那時候 因為我是一個authority的那邊 那所以我就要想一下 怎樣去engage那些學生 在一個報課堂裡面 那有了第一次的experience 那雖然第一次可能是很緊張 完全不知道應該是教些什麼 或者是對完全教學是沒有概念的 那但是很幸運呢 可能我教的十個科目裡面呢 有一個準備是拿了我亞軍的 那所以我也是覺得很欣慰 還有令到我的自信心是更加大的 那之後我就嘗試去做另一些english tutor jobs 例如是教bse的英文 course 那其實 throughout四年呢 我都是band1至band3 我都有教過的 那每一次的experience都很不同 那其實也都改變了可能我對band2 3的印象 因為以前我們覺得是不是他們不讀書 或者是怎樣 但是其實都不是的 可能他們都是很想去做好 但是可能那個根底太差了 那所以呢 可能在tackle他們的問題方面 就是應該是由錢入身 或者是不會直接一來 就可能做一些dsc的paper 可能需要教幾堂grandma 或者是一些septence patterns 然後再進入本科 那這也是我學到的東西 就是怎樣去adjust 我自己的teaching materials的難度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收獲對我來說都很划 因為我知道可能應該要因材私家 或者是對於不同的人 我應該用什麼方法呢 因為其實現在多了很多腥的學生 那其實腥的學生不覺得他們很差 他可能會有時候混合你英文的拔尖班 你會覺得他的學生很奇怪 但是可能你跟他一對一 跟他有一個溝通之後 你都會明白其實他可能想知道什麼 或者他不明白什麼 我都覺得這個experience對我來說 都是學了很多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這四年 所做的part time 都是沒有掛費到的 當然我也有補習 但是可能我最後這兩年的focus 都是放在學校的teaching 因為我覺得這個experience 令我的滿足感是更加大的 那我做的第三件事 其實就是為了應對多變的環境 社會和不同的職業要求 其實很多時候都需要有這張證書 那我考的那張證書 就是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的證書 而我自己為例 其實我讀了兩個intensive的普通話課程 才去考這個水平測試 那因為兩個課程都可以同時claim到持續進修基金 那我就覺得不如一次過可以學完 那又可以逼我去train普通話 那其實我的目的都是想 可能在上課的時候去講普通話 但是我下課後就不會自己再去看 或者去準備一些東西 那可能你一聽到普通話 就說下來了做什麼 或者我是香港人 為什麼我要講普通話 那不是叫你平時講普通話 那只是我覺得可以考證書 來到可能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證明一下自己 或者是測試一下自己的普通話文人 那還有我也是覺得 始終都是懂得多一種語言 好過你不懂一種語言 那還有這個世界 其實很多工都需要普通話 那無論你是做生意啊 叫客人 或者是做一些 property sales 那其實都是需要講普通話的 那還有如果你本身普通話 不是你的母語的話 其實你是證明不了給別人看 你懂普通話的 那所以你是需要這一張證書去證明的 那而我很幸運 都是考到二級甲等的 那因為二級甲等這個水平 是一個 minimum 是一個 minimum 在外國來說 那在英國呢 那在英國呢 普通話老師其實是一個 on-demand的一個職業 那雖然他沒有特別是說普通話老師 那但是普遍呢 那普遍呢 你首先是要有一張二級甲等的證書 那但是如果你是香港 教普通話呢 反而要求是更加低的 你只需要有二級月 那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有這一張證書的話 其實是可以終身受用的 因為它不同IELTS IELTS只有兩年的證明 但是這一張普通話證書 是可以 就算你做到八十歲也好 都可以做一個證明的 而我本身可能語言對我來說 是比較擅長 就是我可以快一點這樣掌握 那所以我就考這張證書 那就算無論將來去到哪裡 其實我都覺得是一定會用到 那但是我就覺得每個人都不同 可能你說你去讀一些美格課程 裝修課程 甚至是通渠過程 我都覺得是完全沒問題的 還有這些證書其實去到不同國家 不同的地方 他們受重視的程度都不一樣 那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趁大學的時候 考一些適合你 或者你對它有興趣的證書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無論你大學是計算了什麼 我都覺得應該是 使用這四年的時間 好好裝備自己 在應對改變的社會 甚至是世界 那希望你們可以入到大學之後 或者如果你現在還在讀大學的話 趁這個時間 好好把握機會去prepare自己 那就不會白費了你四年的時間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 to my subscribe 我的channel button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